打工而已嘛,这家不行就换另外一家咯。 够啊。 画面中正在紧张排练的是《最后晚餐普通话版》剧组。 这部来自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话剧作品, 曾在2017年赴内地巡演,受到关注喜爱。 粤语版的男主角刘守正此次转换身份, 成为普通话版《最后晚餐》的导演。 日前,刘守正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 在剧本本土化的过程中,最难的部分并不是语言, 而是内地演员对于剧作中香港特色的消化理解。 最后《最后晚餐》讲述的是香港一队来自底层的母子, 对生活失去一切的信念,各自在家准备烧炭自尽, 行动前两人共进晚餐互诉苦衷,故事由此发展开。 刘守正表示,虽然有着不同的语言,不同的生活背景, 但是戏剧所表达的情感是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。 他在保留剧本精髓的基础上,给普通话版演员留出更大空间, 希望能为内地观众带来别样的冠军感受。 我觉得里面的儿子跟妈妈的关系, 其实我觉得放在戏剑里面任何一个地方也成立的。 我特别希望以前有看过广东话版本的观众, 如果你们有戏剑的话,可以进剧场再看一下这个普通话的版本。 我相信会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 我不能说是不一样,可能对你来说是相同, 但是用普通话又可能会对内地观众会觉得更加亲切。 此次推出普通话版不仅是最后晚餐的首次, 也是香港话剧团的首次尝试。 刘首正表示,希望将来能够将更多的香港优秀话剧作品带来内地。 最后晚餐可以说是一个试验吧。 如果是成功的话,我想之后有更多的机会把一些香港的小剧场的, 尤其是小剧场的作品,翻译成普通话的版本。 可能有可能的话,或做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改变也可以, 就把更多的作品可以带到内地的广大的观众见面。 但是我还是想把我自己在香港用广东话的演出, 也要把它带回来演。 对,可能一场是广东话,一场是普通话也行啊。 事实上,该剧在2020年以计划在内地巡演,但因疫情暂缓。 如今,中国各地低风险区剧院接待人数不再做统一限制。 作为话剧从业者,留守正对话剧行业的复苏充满信心。 也做过很多关于剧团,可能拍一些网上的短片在网上播。 但是,怎么说呢? 我也很怀念,很期待,跟观众在现场,在剧场里面见面。 现在香港开始剧场可以开了,但是也可以进一半的观众。 所以,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到北京做这个戏的导演。 前几天,可常告诉我,已经可以百分之一百吗? 对,对,对。 太好。 4月1号至4号,这部由香港话剧团携手有趣戏剧打造的普通话版《最后晚餐》, 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,开启首轮巡演的第一站, 之后将陆续前往深圳、广州、西安、上海等城市。 专门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,开启首轮巡演的第二站,